你平时看到的贝斯手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的 也可能是这样的 作为贝斯手也许是在音乐这个领域里被黑的最严重的一个人群 比如 那么到底为什么贝斯手总是被黑 给贝斯和吉他真的那么难以区分吗 要弄懂这些问题 咱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聊一聊贝斯到底是什么 重新定义我们与音乐的关系 大家好 我是潘高峰 欢迎来到高芳Vlog 贝斯 尤其是电贝斯是现代音乐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样乐器 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中国 贝斯这样的乐器我觉得是被严重低估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 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源于认知 在我们的基础音乐教育以及文化环境当中 关于现代音乐文化的普及少之又少 比如说咱们中国传统的民乐团里是没有贝斯这个声部乐器的 但是为了满足现在它听起来的需求我们的民乐团里也引入了大家刚才所看到的double bass这样古典乐器 double bass可以说是现在电贝斯的原型之一 你更多的可以在古典乡村以及爵士乐中听到它看到它 而现代电贝斯的另一个原型则是人们都更熟知的惦记它 这也就是电贝斯的英文名字bass guitar的由来 在1930年的美国西雅图一位发明家名字叫做Paul Tumark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把装有实音器便于携带可以水平持窝的电贝斯 1950年代著名的Finder其他创始人Leo Finder开发了世界上最早大量投入生产的电贝斯 名为Precision贝斯简称P贝斯在60年代他们创造的另一款广为人知的型号就是Jazz贝斯 简称J贝斯那么这一把就是P贝斯实际上最早的电贝斯 大家看到这个实音器这就是Precision贝斯实音器的这个样子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把就是Jazz贝斯中国人也管它叫Girl贝斯 大家看它的实音器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对于一般人或者初学者认识贝斯这样的乐器 从外观来讲可以基于几个不同的角度 首先是大小 一般的意义上来讲 常见的电贝斯体积要大于电吉他 这是最容易被察觉到的 当然也不发特例 其次是弦术 最传统的电贝斯 同古典乐器大贝斯一样 同样都是四根弦 并且同样采用从低到高E A D G的定弦方式 随着更多的需求 五弦的电贝斯也应远而生 比四弦的电贝斯多了一根琴弦 可能是低音也可能是高音 多数情况下都是低音 如果多的是一根低音的话 那就是往更低音多一根B 比如我手里的这把 如果多的是一根高音 那就是C 除此之外 还有六弦电贝斯 定弦规格从低到高是B E A D G C 最后一个了解和区分贝斯的视觉层面 也是相对来说进阶的 那就是实音器 我们刚才提到了P贝斯和J贝斯 这也是非常直接的 从实音器上来区分这些贝斯的方法 现在是J贝斯 下面是P贝斯 当然除了P贝斯和Jazz两种实音器以外 我们还有双线圈的Hambucker 但是不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范围之内 那么话说回来 贝斯手为什么总背黑呢 我想这依旧是一个 关于认知和环境的问题 我现在为大家来讲一个 听起来非常熟悉的场景 比如说在一所大学里 一个宿舍里的六个男同学 想要组建一支乐队 有三个弹吉他的 两个会唱歌和一个会打鼓 其中一个弹得最好的 被选为了主音吉他手 负责电极的solo 一个弹得稍微差一点的 成为了节奏吉他手 负责扑合弦 而没有争取到这两个位置的 弹吉他的同学 不得已被选择了贝斯手 最后还拉来了隔壁班 学过古典钢琴的女同学 当键盘手 怎么样是不是听起来 非常的熟悉 又非常的现实呢 欢迎大家也把自己 所知道的关于贝斯和组约队的 故事留在弹幕或者评论区 贝斯手在人们一般的概念当中 都是话不多 不怎么张扬 沉着稳重 甚至有一些木讷的形象 女生女儿呢 也没有鼓手歌手 吉他手那么好 但其实我觉得 贝斯手总被黑的最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大多数人 听不到贝斯的声音 从而不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导致存在感很低 从而衍生了各种各样的段子 听不见的这个问题 有一部分是科学因素 但其实更多的 就像我所说的 还是一个认知问题 在我们的心里 你要能认知得到一个东西 你才能听得见它 外观其实是次要的 而你要真正的了解 贝斯是什么声音 这样的声音和频率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 那咱们现在就用 最直接的办法来听两端音乐 有贝斯的和没有贝斯的区别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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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准备玩乐队 玩乐器的时候想学弹贝斯 是因为贝斯弦术少 在吉他上需要很特别复杂的和弦 到了贝斯上 可能只需要一小节弹一个音 听起来好像很速称 玩乐器学音乐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肯定是一件好事 就像学会了另一种语言一样 但就像我之前说的 贝斯在现代音乐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关乎于节奏 律动 频率 旋律等等 诸多非常重要的功能 绝对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比吉他低的根音那么简单 所以想学贝斯的小伙伴们 你们要注意了 贝斯想弹好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今天的节目是否有帮助到你认识 电贝斯这样的乐器 并改变一些它在你心里的地位 甚至看法呢 我在节目的视频里为大家署名的这些 都是我所喜爱 并且为大家推荐的出色的贝斯手乐队和贝斯演奏家 欢迎大家去搜搜他们的音乐听听看 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 可以让大家都更珍爱我们身边的那些贝斯手 不要总是去黑谈 同样也欢迎每一个人都加入到玩音乐的队伍里来 通过音乐表达我们的情感 让音乐融入每个人的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你关注 点赞 转发 素质三连 把这些节目分享给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 顺道做个广告 10月24号 我在北京BlueNote的专场音乐会 欢迎大家来玩 按音乐 爱驴动 爱分享 重新定义我们与音乐的关系 我是潘高峰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